公司货币不是每个人会的 大格局的规划也不是每个人会的 你们的公司货币真的是很好 你们的强项其实是值得去学习的 大家好,我是Joan,来自Extra Natural 我们公司是冷冻食品的贸易 就是说我们进口批发 B2B、B2C我们都有做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客户群就是 整个F&B业务我们都有掌握到的 有时你从从2-3个人开始做 做到今天有20多个人 肯定是有很多变化的 我们做事的方式也要变 因为你一有人了,我们要做很多的沟通 因为我现在到了这个级组 我们有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加入这个课程 也是要想不一样的方法 怎样去规划那个固定好来 所以我一变化的时候 我就不会有太大的烦恼了 不要等到到那个阶段过后再想 那个时候问题会更多 其实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 5个艺术跟5个科学 我觉得价值观跟大格局这两个 会对我来讲比较重要 价值观就是把人的心绑在一起 最重要是大家有同一条心 走着去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会比较少 当我们一迷茫的时候 我们一loss的时候 我们要come back to 这个我们应该做的本分是在哪里 就是我们做策划的人 我们应该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直要提醒我们自己 就是一定要跟着那个 game plan 来走 看那个大蓝图 一步一步的这样子上 一个一个问题慢慢的解决 放好那个 concrete 的 blueprint 所以at least我一定要用那个 来做一个我的 foundation and also 那种股权的分配那些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 YYC 你们给到我一个比较clear的答案 老板也要代言工去学 尤其是领导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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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